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8月24日 今天还是要来谈谈新华社的报道 有一个读者呢,我看在留言当中 这个批评我啊,说每天都胡扯 今天呢,我给倒过来啊,这扯胡啊 哪个胡呢,就是胡春华 今天看到这个新华社呢,发表一条消息 讲到胡春华呀 24号,到了这个山东青岛 主持什么会议呢 北方地区不分重点省市 文外貌,文外次座谈会 一个是这个专业 领域,这是外景外貌 地点是北方片,分片 那么我们知道以前胡春华的这个分工 应该是山农哈 主要是农业,农村啊 脱贫工街,这个等等啊 但是呢,近些近几个月来啊 这个胡春华的这个 可以这样讲,空前的活跃啊 特别是四月到现在目前啊 根据网络的消息啊 那胡春华可以讲走遍了这个 这个中国的好多地方啊 十三个省市啊 调研四查的主题 涵盖了什么呢 扶贫工街,农业鱼 这个 畜牧生产 促进就业 自贸港建设等等啊 甚至在六月份的时候 还去了这个习近平当年啊 上山下乡的这个梁家河的去护游啊 为了表示忠诚啊 还到这个当年他连住过的窑洞去拜了一拜啊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了 即使他拜了 就显得很顺从啊 但是当时他在这个陕西搞的这个 所谓部分地区的一个座谈会啊 确实搞得是这个门庭冷落呀 因为什么呢 胡和平不支持啊 胡和平为什么能够调到这个 这个北京啊 现在当了这个文化旅游部的这个部长 还建中宣部副部长 我估计可能和这件事情啊 多少有一些关系啊 那么 这个胡春华在这个北戴河会议结束之后 我们知道这个已经到目前为止啊 根据我看的消息 这个公开报道的 出来露面已经34了 这个比比这个 可以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下 登亮奇怪了 而且胡春华这次这个报道的 我这个饺子以前新华社的报道啊 历史报道 更详细一些啊 其中讲到了就胡春华 就不仅到了这个 这个 组织的这个座谈会啊 而且到了这个山东自贸区 自贸试验区啊 青岛片区啊 还到这个企业 外贸外经企业 中国科学海洋研究所 还有国家海洋 牧场示范区 进行考察啊 这个真是麻不停提啊 日夜兼程啊 但是大家想一想 为什么他选择 既然是北方片 为什么不选择这个大连呢 偏偏选择山东青岛 这个就是什么 类似于这个李克强的 地摊经济啊 提出这个口号的时候 也是在山东啊 这个如果没记错的话 好像也是青岛啊 那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中共党内的这个 这个权力斗争啊 就比较激烈 如果说他到辽宁去 辽宁现在是西家军在 在掌权 是不是啊 包括大连呢 是孙孙兰的底细啊 那么 到了山东这个青岛啊 就好一些了 因为山东省的一八水 刘嘉义过去 长期在国务院系统工作啊 主要在审计审啊 算是这个派系色彩 不是太 这个太过格啊 不是太明争眼露啊 也就是说呢 这个还在这个李克强 长期领导下 这个 两个人关系还不错啊 也就是说 李克强也好 还是胡春华也好啊 都选择这个青岛来搞这个 这样一个会议啊 恰恰说明什么 说明他们现在也是 这个和这个西家军之间啊 的确是存在很大的矛盾的 连找个地方开会啊 都想一想啊 到底谁当头 因为你如果地方官员不支持 或者是这个表面支持啊 暗地的给你死吧 那也会非常的狼狈啊 所以说你看胡春华 虽然是刚才讲到了 从四月份到七月份 走了很多地方 但是呢 有些地方去了以后挺开心的 挺顺利啊 搞得是很风光 有的地方 人家是 搞得是 确实是比较 这个冷清啊 这个 就并非是由于胡春华内敛 和低调造成的 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的确是 共军团队啊 在前一段时间 遭到以习近平为主的啊 最为首的这个 大领导的打压啊 就是 是有一点就给人感觉就是 这个 势力走弱呀 但是非常奇怪啊 就是在北战和会议结束之后 忽然间啊 这个胡春华 这个也好 李克强也好啊 都是比过去要活跃的多 特别是胡春华啊 那包括 昨天谈到的这个 前天谈到的李克强啊 你想他敢于这个 这个 在这个习近平外访的情况下啊 习近平导安会的情况下 他竟自己决定到重庆 而且在重庆搞的这个 这个作秀作 他是比较漂亮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啊 也就让那些读者观众啊 一看 这个李克强勇敢 习近平胆小啊 这个安徽洪水推了是一个月了 而这个三峡大坝呢 正迎来啊 这个非常这个惊险的洪峰啊 所以说这个情况 马上显得啊 这个李克强的 这个势力啊 这个脚子于过去啊 这个在争取这个民心方面 是可以这样讲吧 这个 绝对是就搞得比较漂亮啊 那同样的 这个胡春华选择这个青岛 也是故意的啊 显示一下自己在这个地方 这个工作的范围啊 掌控的范围 脚子于过去 就有所开拓 因为这次这个 这个会议是 外貌外经会议 那就说明什么 从一个角度也可以看中 习近平 这个虽然非常喜欢刘鹤啊 力推刘鹤 这个 进一步的发展 就像昨天我讲的那样啊 说不定 想让刘鹤在 这个 二十大之后啊 这个 能够担任这个 国务院总理啊 但是胡春华 还是胡春华也毫不这个思路啊 这就推测出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是否可以就 据此推测 他之所以这么活跃 李克强之所以这么不听话啊 感觉这么咄咄逼人啊 这个 一共为首了啊 这个 那是否就可以反正了 就是北戴河会议 的确上 发生了元老们啊 这个江泽民派系和 胡文的派系啊 对习近平的批评 而且这种批评 足够的这个 这个势头足够大呀 才迫使啊 习近平 这个让步 把权力的空间 相对的 让出一些啊 那么 这个很难 很难去猜测 具体的细节啊 但是我觉得 从整个大的轮廓来看啊 这个一定是 给习近平很大的压力 习近平之所以让步 这个我认为啊 这个道理方面 习近平是不会认的 习近平特别自服啊 这个 估计还是因为这个 在五大战区当中啊 至少有一半 这个高级将领啊 就包括司令员 政委 参谋长 这些人呢 可能至少有一半 是胡文时代 提拔为少将的 少将是有门槛 对不对 进了少将才能中将 才能上将啊 这个 你从这个 习近平八一前啊 这个隆重的搞一个 这个寿仙仪式啊 非常令人这个惊讶的 就是只授予火箭军 虚众不是一个人 而且满面愁容啊 这个 这个可以这样讲吧 给人感觉非常不开心啊 这个 这个 给人感觉好像是 这个不放心啊 可能是担心 一旦给这些将领 受得多了之后啊 一旦开战 有可能就失控啊 军阀混战啊 这样子这位军民有所不熟啊 习近平知道自己 掌控军队的能力也比较低啊 或许还是因为就是说 另外那些人 大部分呢 这个少将都是 这个 胡锦涛 亲自授予的 所以他不敢得罪 胡锦涛 也就是说 不敢彻底的得罪 共青团派啊 也必须给李克强面子 给胡锦涛面子 我想 可能原因在这里啊 那么 刚才 回到刚才那个问题 就是说对 刘鹤尔尽管是 非常的 赞赏 信任 但是 看来 他已经通过中美贸易战的 这个阶级的失败啊 认识到 这个刘鹤肯定是 还是 不行啊 还得 历烈历烈 所以说 胡锦涛现在这个 掌管的领域啊 由这个散农啊 先进到了什么呢 外貌外资啊 是不是啊 当然胡锦涛 为了把工作抓好 那就找到青岛 青岛啊 这个点 想用一点待面 这样的一种方式啊 就是 稳住啊 外资外貌的基本盘 什么意思 这部分就崩盘了 因为外资 纷纷撤离啊 你看美国现在是 由美国政府出资 搬迁 费用全部报销啊 日本也是这样 那么其他的企业 国家的企业 也在 随着老美的车子啊 也在纷纷的啊 这个 离开中国啊 离开中国以后 麻烦就大了 带来了什么呢 这个失业啊 这个 就业的困难啊 经济 这一路下滑啊 这改革开放的大门 也关上了啊 那么习近平想走一个什么呢 自给自足的 计划经济的 这个半军事管制的啊 加强对用 利用高科技手段 对老百姓进行 监控的一种什么呢 一种新型的管理方式啊 这种管理方式 所谓新就是 科技手段是新的 什么云计算啊 人脸识别 布袋识别 这个声音识别啊 那么所谓旧 就是仿造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时代那一套 因为习近平本身 经历过文革啊 这个接受了 好的东西没有接受 坏的都全部集成下来 而且没有什么创新呢 完全就是沿用了 所谓的马克思主义 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这一套 街道政治哲学啊 所以搞到现在这程度啊 造成这个外貌外词 基本盘 你想用基本盘 就等着到了底线了 那么不得不用什么 胡春华呀 这个来什么 来兜底 来解决这个问题啊 所以胡春华 还邀请了是北京 天津 河北 辽宁 山东 河南 等地的 外景 外貌重点省市 负责人会议 出席会议 但是没有报道 这些人是哪些人啊 我估计 这个习近平 这个气量太小 格局太小 担心什么 如果你报北京市 这个 这个蔡奇来的话 假如蔡奇来的话 那不就显得 这个胡春华的这个阵容就 团结这个阵容就太强大 彰显自己 自己的能力不足 如果说不报道 就蔡奇来 是其他的领导来 又显得什么 这个习家军怠慢了 这个共情团队 也得罪不起啊 因为或许在北戴河会议上 这个习近平也做了让步啊 对胡温啊 等反对派啊 一些担心他将来有可能造成中共毁灭 这样的一个结局的啊 一些元老们有承诺 那自然而然就不报道 到底谁有了 谁参加了会议啊 你像天津到底谁是省长 还是书记 河北 辽宁 山东 河南等等 都这个语言不详啊 这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习近平尽管是放手啊 这个让这个胡春华更多的表演 但是心里 冷然是忐忑不爱啊 还保留着回旋的这个余地啊 那当然了 这个胡尊华 按照他的年龄啊 和现在的气势 那么在这个二十大之后啊 也就是2023年啊 第十四 第十四 十四节全国代表大会啊 估计 这个当上这个总理啊 没有问题啊 但是显然李克强 以及这个老胡 胡锦涛可不是这个愿望 他的愿望是让他主掌 这个一把手啊 那么这一点可能和习近平 这个想的不一样啊 所以说未来 这个假如啊 美国不和中国开战的话 我估计共产党还能维持一段时间 这个二十大会有怎样的 这个龙争虎的我啊 鹿死挥手啊 这个是很难去 去判断了 那么今天的读报点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